轻轻一逼就能小额付款 但想转做电子支付 悠悠卡却踢到大铁板 属于电子票证 若要转为电子支付 涉及账户资金移转 尽管会认为两者法源不同 直接升格不合理 且悠悠卡发卡数达6500万张 恐怕影响市场竞争 我们本来是小白兔跑在前面 那现在呢 这个小乌龟呢 爬在后面的时候呢 因为中央有人助攻了以后呢 那就现在就变成说 我觉得是有点暗中在卡我们 商业行为就是各自竞争嘛 兔子比乌龟 乌龟指的就是2014年才启用的 一卡通流通卡数1226万张 却已经获准经营电子支付 未来还要推线上付款 成为市场上唯一同时 做票证和电子的业者 你好快好看看哦包子买头 台北市一些传统市场 也开始用起了电子支付 像是转角这个条码 透过手机就能用来付款扫描 不过其实店家却说 这样的使用率并不高 大部分都喜欢用现金啦 不喜欢用那个 可能市场的话比较难 市场反映冷淡 现金消费习惯难改 看看邻国电子支付消费比 南韩77% 香港65% 新加坡53% 台湾却仅26% 喊话2020年目标冲破五成 恐怕还得加把金 悠悠卡还没有申请 还没有开通那个手机付费的 不会 因为不会用 而悠悠卡公司董事长林向凯 回应从去年三月就不断跟金管会沟通 但竟然还要预审 痛批金管会是官僚文化 东森财经新闻 刘沛奇和昆元台北报道